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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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孤林娜怪诞的表演 夸张的唱法更是引发巨大争议 但无论怎样 随后他们推出的 《法海你不懂爱》 《金箍棒》 《爱上大笨蛋》 依旧让两人在2013年初 连续登上各大卫视春晚的舞台 令人择舌的表情 不可思议的歌词和曲调 再次引发了新一轮的神曲风暴 而两人默契合作的背后 更有着一段至今长达十年的跨国情缘 我想看的是到底哪一对更幽默 重要的是我们要互相的很快的聊天 但你现在预估谁更幽默了 看看吧 这姐妹不能说 咱们赏识有喜 光临的老罗夫妇 欢迎 嗨 大家好 欢迎两位 来 第二位 你们两个都叫做做 因为我跟龚琳娜太熟了 大家好 我是龚琳娜 来 这儿老母 欢迎我们的金虹玉女 走进我们的超级反问 你看我都会说 你们俩是金虹玉女 我俩是神仙仙 你都不错 金虹放出来的时候 骂声更加热 是很好玩的 我每天看那个评论 然后怎么骂我 我还念出来给他们听 内心很强大 因为我有金虹炮 你看 这个开大中到业架了 开得到这儿了 太好想用了 最后我们都开得到这儿了 好看吗 走路的肯定是 对了 太甜了 他自己都可以叫人维修父母 什么呀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能为你不过 我觉得特别高兴 很多的家庭 就是表面上的手 但是信你们的是恨得不信 因为老罗一提就说 我觉得他挺好看的 就拍了个桌子 我妈 你跟我拍桌子 弟兄我们家里面 刚开始的时候 地球非常的快 好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 你要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超级访问是 刚刚来到山东卫视 大家不知道播出时间 我要提醒一下 是每周一晚上的十点钟 对 如果在北京观众 如果要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有很多的报名方式 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 大家可以登陆 我们的乐风网的风向标 有一个叫 我要报名去现场 无论你是外地的 还是哪儿的 你预约好了时间 来到北京录像的时候 跟我们如果能对在一起 就欢迎来到现场 因为我在想 今年因为春节 好像你们连着上了好几个春晚 对 三台 我们把它叫做我们的贺岁音乐三十号 上 上 上 夏的外施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38 层层 OUT 金箍鱿 不 還要 贺岛 传唐我的 folk 传唐速度好快呀 我要做一个现场调查 谁会唱金箍鲁棒 举手 金箍鱿棒是什么 这有一个 来来来 看一下 看一下过来 来我们唱歌 两句两句 算了算了没关系 我们先问问题 先问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 我是那个看完的第三天 然后因为那首曲子就 听过之后就一直在我脑子里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忘掉 就不停地在听 然后就 然后还去查他那个发音 你的意思一直在你脑子里 就学了 对 就跟上红一样 就单自己的在那单曲循环 那你能告诉我 你是觉得他特别好听 还是觉得特别怪异 还是觉得他特别神经 你都喜欢上的 我就觉得特有范儿 本来跟我说 范儿 范儿 就是人家不像一个身套 你这里有很多选择 人家自己给你来一个范儿 那女孩呢 我其实更感受到 是全场的那种感觉 因为可能在电视上看到 那个弹的琴的乐队的 然后那个 对 然后半唱的 包括龚老师和老罗 都是有很多细节在里面 不是光我一个人在前面唱就完了 是旁边都有配合 让我想起了就是像歌剧的那种 每一个人包括配唱 他们都有都化妆了 因为我们的观众现在的品味 这是现场调查 两位怎么样你们觉得 跟你们想表达的一样吗 是 我们在金箍棒里面就想讲故事 那两位来我们掌声鼓励 让他们去看看能唱一段吗 好 来 好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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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蚌蚌叩叩叩叩叩叩叩 蚦蚢� Kazima 好厉害 挺好的 挺好的 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你唱得特别好 你不够释放 你看那个老师 拍进来以后 金箍 我唱得不好 来 你唱我给你表现 你唱 你唱 金箍 你要投入 我不谈同是这样子的 你必须要自己唱 你可以有这样的表现 这样就是傻搞的 不是真实的 想问一下老罗 对你第一眼见到龚琳娜 她是你喜欢的那种女孩 类型吗 我看到她 我从开始 觉得她挺可爱的 这是龚琳娜 早年间在歌谈的照片 真好看 但是 那时候 我那个时候 见到她 她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滑上出来的 然后 拍Post出来的 这是照片 但是真的那个人 我见到那个人 还是很自然的 你想过你回家老外吗 以前 以前 我开过玩笑 我跟朋友们真的开过玩笑 我说找一个老外的话 即便不好了 英文也能学好了 刚开始 当然 当时那是开玩笑 但是结果 跟我没学英文 学了德语 没有 我没有英文 我说中文 我跟她学了中文 你是跟老罗结婚以后 性格变成这样 还是以前就这么 很开心 这是我跟她学的 我跟她学的更开一点 原来你特别的传统 更多是我 我原来更像东方人 她原来更像西方人 比如说贱婚 她贱婚忙就跟人拥抱 老罗 我就是很害羞 不容易跟人拥抱 然后宫琳娜就是 妈 两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有共同语言音乐 但是毕竟是 我们有双方的家庭 德国的家庭 跟中国的家庭 爸爸妈妈 这两个家庭的文化 这不一样的 特别我想问一下 我们像老罗吧 你融入了宫琳娜 这个中国家庭的文化 是不是也需要一个过程呢 有没有 这是我的 就花了多少时间 融入了宫琳娜的中国家庭 我们的角度是这样子的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 家庭是我们两个 所以我们是中心 所以我们要往前走 所以我们必须 第一是靠我们两个 然后第二再靠我们的 我们两个家庭 这个也是他给我 灌输的逻辑 就是我们两人 必须得站在一起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听说老罗第一次见你妈妈就伤了你妈的心 第一次见你妈妈就把妈妈的心给伤了 这是观念不一样 讲一讲发生了什么 我想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他是非常非常好的歌手 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一段之间唱了什么样的歌 在舞台上他的表情都是怎么样的 然后第一次去他家 我们刚认识三个星期 就是做好朋友和合作伙伴 就是不是介绍男朋友 就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开始一起做音乐 我就邀请他去我家 然后给我介绍一下他原来做的 放一些不同的录像 然后我看到这个视频 我那个时候我的中文表达法还是比现在更直接的 你说什么 我那个时候就说的 我表达得很清楚 我不喜欢我 我那个时候我说的 我好恶心 这样 是吗 公立娜 是的 他怎么说你学着的当时太多 没有 他当时就是说的是 他觉得 他对着我说的 我妈站在旁边 但他对着我说 他说 好恶心 这个不是你 我在这个视频里面 听不到我昨天跟你做音乐的那种 特别美的声音 就是不一样的声音 比如说像前面放的那些漂亮的照片 我都给他看过 然后他说 我觉得这样的照片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也认不出是你还是别人 就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 真的就像金姐我们交流 你说你爱人也会一针见血的 点出你的问题 他也是这样 很不好听 但是呢 就是点到你的痛处了 但是我老公不说好恶心一般 因为中国人可能 他的表达方 表达语言 语言方面 但不幸被你妈给听到了这句 我妈就在旁边 然后呢 对 当然我妈妈会很生气 很不理解 那时候 那我就跟我妈解释 我说词汇量的问题 她没那么多词汇量 对 这个解释 她说很恶心 就跟不好吃一个道理 我说这是一个段子嘛 那后来呢 然后这个争执呢 我觉得就是一直碰撞 但是这些年 我们一直跟我父母 都是有很好的来往 然后一直到忐忑成功以后 我们回到 搬回到中国 我记得有一次 我回到家 也录像 就我妈看了录像 我回到家很高兴 说妈妈 你最近看我的节目了没有 我妈说 嗯 我看了近距离 说得不错 做得不错 就是你走路出来 这样就走出来 也叉叉的 真难看 然后我就 你知道当时 因为我那个时候 很需要妈妈的鼓励 一桶凉水 我就 然后她就跟我妈妈说 谁说她难看了 我觉得她挺好看的 这老罗真好 很漂亮 咱们就会更为了我的好看 然后妈妈怎么反击 因为老罗一提就说 我觉得她 挺好看的 就拍了这桌子 我妈说 你跟我拍桌子 我才想稍微回一下 跟家庭的这样的矛盾 这个我必须要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的家庭 就是表面上 但是性能是恨得不行 对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 你一直都别着别着 我要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朋友 他们 我问他们 他们都不敢说出来 我们从开始 我跟他们交交还多 就两个都 我们两个都特别想起 两个都痛苦 包括她也是 很真实 家庭 别人也是有这个 但是我们一直都是完全追的 我们都是要解决问题 我们不是交交为了互相排斥 我们是交交的为了 我们想做得更好 然后现在我们关系就是挺好的 现在关系真的很好 我要为你鼓鼓掌 一个外国女婿 可以这么坦诚的去讲 我觉得我跟她在一起 特别有希望 很真真实实的快乐和踏实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我记得有一个细节 就是关于我爸爸的 是那时候 我爸爸特别喜欢摄影 其实我爸爸是医生 但是他特别喜欢摄影 然后他有一天呢 就是在山上 在苗寨 千户苗寨的山上去拍照片 然后突然他往后退 那是一个山坡 他一下就从山坡上滚下来了 然后他当时就保护着 他的摄影照相机 一直到滚到山底下的时候 他的一条腿全部粉碎性骨折 但是他的照相机都是好的 没有坏 保存了那些照片 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就住院了 在医院里面他住了三个月 那时候我和老罗还没有结婚 我们俩真正的去看我父母的时候 然后老罗就看见我爸爸 每天躺在那里 好无数的人都来跟我爸爸说 哎呀你真可怜 你不应该去照相的 你看你就怎么会这样呢 然后老罗就说了一句话说 怎么会所有的人都会说他可怜呢 我就觉得他跟我说的 他说我就觉得他挺了不起的 因为他做他喜欢的事 他很开心 特别棒 然后他就开始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就去集贸市场啊 去买那种长的绳 然后拿了很多砖头过来 就就开始在我爸爸的那个病床上哈 他就开始做东西 然后我爸说你干嘛你干嘛 然后当时他也不说话 他说全部做好了以后 他就说你一条腿断了 但是另外一条腿你还要锻炼 所以他给我爸爸做了一个可以登的这样 就是说健身器材一样 就像健身器材一样 这只腿一登呢 那个那个钻就取来了 然后他放下去取来了 放下去取来了 他说他就给我爸爸说 从现在开始 你每天每天都要练这个 保证你这一条腿 一定也不要有问题 你今天家里有来人在看我节目吗 对我爸爸来了 在在台架的是吧 是 叔叔在哪呢 欢迎说 我要问一下爸爸 女儿在你心里中 因为我们大家看到更多是舞台上的宫林娜 您跟我们讲讲 女儿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女孩 她小的时候就这么大胆 出位吗 然后特别性格 特别可爱 这么热情吗 这个非常自信的 从小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长大以后要当歌手 他一到老罗以后 的确我们家里面刚开始的时候 的确非常地反对 因为我们看见跨国婚姻 很多都是失败的 当时呢 特别是他对供应那的那种 过去的那种音乐呢 又不是那么很支持 所以我们老年人来说呢 都喜欢他的那种 过去的那种民族唱法 所以我们当时 因为观点的不同 所以说非常分歧 但最后通过老罗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表现 现在我们能理解 我们现在非常喜欢他的 现在做的音乐 我们也很支持他 老罗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 他做的一小一栋 跟我买的拐杖 跟我做的那个登部 现在我都记忆了心 现在我和我爱人 都非常支持他们的事业 我们做他们的事业 严满成功 哇 以后您身体健康 是对老罗的评价 我觉得非常的好 耿直 有的人就喜欢老公装 配合着眼 对 因为他要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这样吧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龚琳娜的微博截图 龚琳娜的幸福生活 她老公真的很亲 中国包子 今天吃白菜 白菜 肉馅包子 但是面没发好 我老公那么努力的做了 我该怎么办呢 让一个德国人做中国包子 也不是梅子是吧 不是 都会发明发得很好 对 我们原来一住在德国的时候 她经常给我做花卷包子 就给全家人做 她做啊 都是她做 她怎么学会的 龚琳娜 太理 你让她学的吗 我自己都不会 我自己都不会 老罗你太好了 你还有像你这样的吗 等一下 我说你单身特别多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是不是要了解一下 老罗 就是你是结婚了以后学的这些 还是以前就会有兴趣做 我的第一个梦想是 我想当主持 想当主持 二年期三年期 我就是有一个小本儿在家里 就是写菜谱 菜谱 刚开始当 那你会 最简单的人 越来越复杂 所以 那你在家里会跟他点菜吗 说老公我今天想吃印度菜 我没想吃菜 你会怎么说 我会说 亲爱的 我今天好想吃虾饼 你能不能给我做 然后他做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拍照 然后就说 好看 怎么做的 跟我讲一下程序 其实我写了 我也不学 然后做完以后 我就使劲化 但真是好吃 你会在旁边打下手吗 他不会 你看哪 在旁边起哄 男人说特别 吃这一套 是吧 你那做馅饼 人给你拍照 你会觉得特别那什么 烦 我忙 他刚说一下 咕咕咕咕咕 真的是 真的是 而且我觉得老罗不是 他享受 然后你做好了以后 你是要大家一起吃 还是他们可以先吃 就讲一个小例子 就是几天前吧 他给准备了早饭 他真的把面包 把所有的各种好吃的奶酪 都放好 然后准备等着和孩子们 等着跟我一起吃 然后孩子已经开始先动 然后孩子问我 我说好吧 你先开始 然后我就和孩子 开始先动了一下 他突然跑过来 是这样 我基本上都准备好了 然后我还没有去洗澡 我还没有洗澡 然后我赶紧跑回去 装了衣服 然后我自己准备好 然后回来 他们都基本上吃完了 然后他希望就洗完澡 然后坐在那儿 大家一起 对 大家一起开始 而且要一起开始 所以他当时特别失望 和特别伤心地看着我 Lina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辛辛苦苦准备的 我刚去换了衣服洗个澡 你们都 他说你会不会尊重我的劳动 在家里一直吃饭 并不是为了吃饱 这个意识很重要 你知道吗 仪式 仪式 对 这个仪式是很重要 太对了 所以这是 好多人就是 特别忠实 结婚的时候的仪式 然后以后在家庭 什么仪式都没有 就是太随意的 这都是我们女人说的话 你就听我们说出来了 好多的女人在家庭穿睡衣 是不是 在家里待着的时候 穿睡衣 穿那种很旧的 经常挺旧的 因为好的就是要留住 外面的人 那你去早餐穿什么 我们当然穿了好衣服 好看的 西装吗 在晚装 他就是说在家里 要穿好的好看的衣服 特别容易在家里 不重视这样的事 因为你在舞台上 生龙活虎的 你在家里是什么样的 我在家里什么样的 你感觉 你不会在家里是这样的吧 这是住着家里的 真实啊 你在家里是什么样的 小女人呗 哪呢 不是吗 就是会撒娇的啊 然后什么事都不太会做啊 比如说 这就是这样 我不会收拾房间 所以我不知道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怎么整理起来 把它们放在哪里 因为作为一个艺人 你的衣服应该很多 鞋子应该很多 怎么办 每次都他给我收 真的 我的箱子每次出差 经常出差嘛 演出服 鞋 袜子 都是他装的 老龙 你有你这样 没关系 没关系 二十三年之内 我肯定会让他学到 但是我觉得 他有一点的会撒娇 他让这男的 给他干完活以后 你能教教我们吗 他是乱说的 什么呀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能为你服务 我觉得特别高兴 就是今天早上门了 就是我说的 对 那你嫁给老龙的时候 我就听上去 是根本生活不能自理的 所以吧 太强了 姑琳娜 我觉得你支持老公 干活的时候 真的不能因为是夫妻 就是你给我干吗 干吗 还得嘴甜一点 对不对 对啊 当然了 如果有一个问题 你们两个发生纠纷了 你会用你的撒娇去 去把它掰过来吗 应该没用那时候 那得看什么问题了 你们俩就是有吵架 说实在 吵架 也会多门走 走嘛 像我们中国夫妻那样 啪一扇门就走了 我们俩吵架的时候 我们俩吵架的时候 你 你会怎么样 太坏了 我真的会 我会特别想起 然后出门 早几步 已经心里面就 软下来 我觉得还是要走一走 走走走 但是 开始特别想他 我觉得我应该要赶紧回家 但是不知道 我还不行 还没到十分钟 还是走一回 十分钟不行 然后有时候我 还真的走得比较远 然后走了一个多小时 我可能最多两个小时 回到家 你回来了 回到家 他根本都没有想我 他就 他有那么乖 我出去 我还是想你的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去 他其实特别渴望 你追他 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的概念里 女人和男人吵完架吧 女人要给男人足够的空间 让他先去思考一下 然后等他冷静下来的时候 我在家里 很温柔地等着他 什么逻辑 而且不要再提了 我就觉得 一个是我们必须要明白 脑子里面必须要放进去 上气 还是放别人 这是我们的事 不是对方的 我上他的气 我的气出来了 我上他 就是我心里面的一个事 不是他的问题 所以我从我心里面 把这个放出去 如果我对他有意见 我要好地跟他沟通 但是如果我上他 这是我的问题 我上气 也是我的问题 他经常自信 对 我们必须要学到这个 才会玩家头 学到了 我跟你说 电视之前的观众 你们不要乱学 因为公立那也知道 老罗出去外面也没有什么人 人肯说 因为我人生地不熟 对不对 万一 对啊 你男朋友 拍一出去 外面有很多朋友 他居于诉苦 他欺负老罗 是外国人 溜了一圈 没地儿去 又回来了 好我们来下面 看一条 VCR 看完这个 大家就会理解 这个 他们这一对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在一起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公立那与老罗是夫妻 也是事业上的搭档 而在他们的身后 也有着一群 同样对音乐 执着着的年轻人 他们称自己为 公罗幸福团 这样的会议气氛 相信会令很多人羡慕吧 时而开怀大笑 时而伤心落泪 是公罗幸福团 开会时的常态 而公立那跟老罗 作为团队的带头人 他们的一举一动 也被身边的人 看在眼里 且影响颇深 我觉得老罗 骑了一辆 二八自行车 就是现在没有人 骑的那种自行车 然后拖着公老师 我觉得这是 我们年轻人 现在都觉得 可能很少看到的 这种很朴实的这种幸福 老罗很全才 他什么都懂 然后包括做衣服 他都懂 当初我跟我爱人 就是我爱人要生孩子 一直想的是抛妇产案 然后后来他们两个 两个就一直在鼓励我们 然后说一定要顺生 顺生对这个孩子 然后对大人都好 然后当天 然后从我爱人 推进产房的时候 就一直 然后我们就微信直播 他们就是给我们 给我们力量 就告诉我们 怎么怎么 因为他们都生过两个小孩 然后老罗就给我们讲 什么姿势 然后就是怎么用力 然后孩子会那个 那个那是 就是生的不会那么痛 然后我觉得 他在这方面 我觉得真的特别的细心 老罗是一个很细心的 你感受到这方面 这方人都特别的嗨 但是最嗨的 就是最后这一段 连他老婆生孩子 老罗交姿 老罗交姿 我觉得这个太奇怪了 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我告诉大家 我知道一件事 公立娜的二胎 第二个小孩 也是在国外 是在自己家里生的 不是我们中国人 想象的那样 说哎呦生不舒服 提到金医院 对 他是准备 就要自己在家里生 从头就是他提出来的 要在家里生孩子 为什么 是因为医院贵吗 因为他说 生孩子不是生病 是很自然的事情 你在家里多舒服啊 你因为生了 你怎么知道舒服呢 你在家里不舒服吗 你在家里不舒服吗 在家里舒服 在家里生孩子不舒服 你看我们老二生的时候 早上我的羊水一破 然后我就给助产师打电话 我说你快来 老罗给他打电话 说你快来破了 他说起来散步吧 站起来以后就没水了 那么淡定 对啊 然后我就起来 就跟我们家老大出去散步 散了两圈 老大几岁当时 老大那时候两岁多一点 两岁两个月 然后跟他去散步 然后回来把音乐一放 放上放好的巴哈的音乐 然后我就和老罗跳舞 和我们家老大先跳舞 跳得比较猛烈一点 然后再跟老罗跳慢三步 其实非常疼 然后老罗一边跟我跳舞 一边用另外一只手 就是在我的后背上扔 就是让我能舒服一点 气往下走 然后跟我一起深呼吸 然后在音乐当中 就一起流动着 顺着这个波 然后那个助产师来了 助产师 我们的助产师特别漂亮 我们选了一个很温柔 很漂亮的一个女人 然后她在坐在旁边 这样等着 很可爱的等着 我们就觉得好像 这些事都是特别自然的事情 不是很可怕的事情 然后快要到 真的是流血快要出来的时候 孩子快出来的时候 老罗马上把他准备好的 一张巨大的塑料纸 塑料布 往床上一扑 然后助产师不慌不忙的 把手套戴上 剪刀准备好 就这样 老罗 助产师 还有我们家老大 都在旁边 老大也在 老大就看着妈妈这样 然后那个 当那个小孩的头 快要出来 对不起 我有点咳嗽 太干了 可以喝 可以喝 谢谢 你喝太多了 已经太会来事了 然后当那个小孩的头吧 快要出来的时候 然后突然那个助产师就问我们家老大说 你想摸一摸吗 老大说 妈妈拉爸爸了 但是他不是这样 他真的不是这样 他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害怕 还是这样的 他就是妈妈拉爸爸了 然后真的让他摸了一下 最后那个助产师说 这个不是爸爸 这是你的弟弟 头发 头发就出来 一下就出来了 马上老大和老二 他们就拥抱在一起 睡在床上 不可怕 不可怕 但是我觉得那个能量 就是那种 极大的一种能量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们男人都体会不到的 羡慕吧 不羡慕 羡慕 我不羡慕 为什么生孩子爽 就是在你最疼 压力最大的时候 那个孩子一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成果 你会觉得 好自豪 今天我这里有一个档案在 是他们的婚前协议 这不是玩笑吧 从这里出来了 是什么 婚前协议说 两个人有一个婚前协议说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了 第一 绝不欺骗 第二 绝不接短 说脏话 第三 绝不轻易说分手 对 这个是很多 好像结婚前的人 我们都有这个 绝不轻易说分手 然后 欺骗 我们很多人也会这么说 但是第二个 我觉得想让你谈谈 接短肯定说 说脏话 对 接短的尺度是什么 什么叫接短 接短就是把你的过去啦 又怎么样啦 上一次你怎么对我的啦 就是把很多积累起来的不舒服的东西 通通通通全部说出来 这个特难克制 特别难克制 然后对 然后有时候说脏话也是包括就是说你太生气了 你就你就真的说话完全都没有边界了 就骂得很难听 就是他的高招是分手 离婚 就是我觉得脏话的高招 就是这个 太粗意的伤害对方 然后说出来 特别伤害的话 对 能做得到吗 你们 真的做到了 刚才也说了 两位也会吵架 如果不接短 不说脏话 这吵架怎么吵 就说 我觉得你真笨 你是个大笨蛋 就是这样 逃不了 就是他们的吵架 没有什么含金量 对 对啊 我们的吵架都是以互相诋毁对方 让对方头大了到胸前 就为结束 像我们这种毒蛇 一句话人家难过半年了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我们都很善良的 我们都是把炮弹 用在那些朋友身上 好朋友身上 小孩有没有看到过你们吵架 偶然 对 他们会说什么 有一天我俩 我记得也就是前不久 然后有一天我俩吵架 我也忘了为什么 我就大声的 你为什么这样 就大声 因为我吵架 他们俩就大声的这样 然后突然我们家小老二 从他的房间就这样 我其实走过来看看你 看看我 然后突然他爸爸很温柔的对着小子说 你觉得爸爸妈妈是经常吵架吗 小老二说 没有 然后我俩就笑了 又拥抱了 在孩子面前 对 就在孩子面前拥抱了 所以我跟小茂也是 两个人说什么生意 生意大了 黄沫儿说 我不喜欢你们俩吵架 其实我们俩真没吵架 然后扭过来 沫儿 我们在辩论 你知道吗 妈妈需要经常辩论来提高自己主持的能力 他爸马上就说 对 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很高兴我叫小儿子这样说 说没有啊 因为他真的是完全感觉到我们俩是好的 很幸福 对 很幸福的状态 那孩子他也会知道这是一种好 但是中国孩子就不是这样的 我比如说我好久没回来 他爸爸见着我以后 我们俩会拥抱 然后阿姨拥抱 我女儿 恶心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呢 是恶心 然后我觉得那个是甜蜜的 小孩的甜蜜 但是他小孩会有这种语言来掩饰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我跟小孩亲吻 就是我跟小孩亲了的时候 小孩想亲我嘴 我说不行 这只是爸爸能亲的地方 然后小孩就说 那我就亲鼻子 什么感觉听他们俩聊第二节 我就听他们讲 我现在心里有点恍惚 就是刚才也说了 一吵架 老罗一出去 十分钟就该想你了 那莫非两位是一天二十小时在一起 基本上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间 想我们一起工作 一起排练 一起带小孩 会看得腻吗 就如果我对一个人 就是看二十小时 我真的会腻 这个问题 我觉得 就是在一段时间 比如说在我喂奶的那段时间 我真的有我是奶牛的感觉 天天就带着孩子 那时候就没什么心情 看我的老公 等孩子长大了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我看他好帅 真的 这两位今天来跟我分享了很多的私奔话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掌声给老罗一 老罗一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位德国人 但是我觉得他深爱着中国文化 娶了中国媳妇 还会做中国包子 中国饺子 还把我们那么多的故事 可能很多人不关心的故事 通过歌曲再次引发了关注 但他也有回报啊 有那么多中国粉丝 对 对 所以我们还要给老罗一声掌声 谢谢 金箍棒出来的时候 骂声更加多 是很好玩的 我每天看那个评论 然后怎么骂我 我还念出来给他们听 内心很强大 因为我有金箍棒 你看 这个开它都到业下了 开得到这儿呢 太后讲了 最后我们都开得到这儿呢 好看吗 走路的肯定是 旁边我们看到的是这几首歌的服装 看一下 就是这个服装知道了吧 白蛇的服装 这个基本上是老罗 跟服装设计师沟通好的 然后老罗画了一个图 然后设计师这样做出来的 刚开始这个服装设计师 他在做完的时候 我们在长沙 然后那天试的时候 老罗就觉得 我就是发现 总有一分钟 那时候身材还不够好 因为蛇它必须是 一直都跟着这个 所以 你是说你太太身材不够好 还是这个衣服 服装 服装 对 对 可以 所以在这里是太 也很漂亮 但是就是送的是这样 送下来的 就是底下是个直筒的 对 直筒的 然后走路都挺好看的 因为它会飘 但是你站在一个位置 就没这个份 然后它在这里不收 所以我们每个晚上 严实的晚上 一直到疯疯疯疯疯 然后我们在长沙 还是交着朋友 把那个朋友杀进去 对啊 把杀进去 但是杀 我们内衣 我们内衣 你看你看你看 就是连着衣服的 对 是这样的 我真的想讲 就是老罗就说 哎呀怎么样才能让你的身材更好 有一点底下是那种鱼尾的感觉 你看那个詹妮佛洛佩茨 穿的那种 对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因为刚开始这个裙子拿来的时候 是直筒的嘛 没有鱼尾状 然后老罗就想尽办法 说就我们要把一层纱缝进去 然后老罗呢就给我 首先是把臀部这个地方 老罗是老罗自己缝的 这个老罗就很好 一针一线的把这儿臀部缝紧了 然后把这个沙 我请一个朋友从湖南 把他的演出府里的沙都扯下来 然后老罗再把这层沙 一针一线的 一直给我缝到这个里面 让它下面有那种鱼尾的那种感觉 宽出来 一直缝到那天半夜一点多 嫁人就要嫁老罗 对 缝到半夜一点多 第二天穿了 给老罗扶扶一下 我觉得 这种画面多好 老罗你是为了 你是之前就会针线吗 就是小时候 也是在学校也缝过东西 你们德国人小的时候 男的也缝东西啊 也偶然不多 我只以为你们上海人才缝 那这一套呢 来说一说 这个金箍棒 金箍棒 这好漂亮 这套服装定做要花多少时间 我觉得这应该非常费功夫 基本上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个多月 然后你看平时林子嘛 对对对 但是我记得孙悟空那个林子是两边一边一根的 然后是在头上 对对对对 这个你看 太重了 他如果在头上唱不了歌 不是 就是他的份 就是这个我们没必要坐床 要改编 对对 对对要改编 对然后所以当时他就把它设计在这个 尖上 尖上 嗯 然后我觉得你知道我刚穿上的时候 我在尖上的时候我就 抖啊照着镜子 抖这一期 也觉得很有份 真的 我感觉龚丁娜那天走路的姿势 就跟前几首歌也不一样 是那一首 对啊 就是这样 这样出来的 但是不穿这衣服 可能还出来就没效果 因为我一穿这个衣服 我就觉得我不是我龚丁娜 我更多扮演的是孙侯 这个妆是谁的创意 因为这妆被网上疯传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特别胆大 这个创意 如果真的打一个金箍咒 有点傻 太直接了 怎么表达这个 怎么会把这个原作放进去 我突然想到 用头发就是从上面下来 所以我那天我试过了 我就是把这个头发卷了 然后把它 而且你知道吗 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并没有跟我说 他就那天说 来坐在洗手间 坐着 把你头发拆了 他就开始玩 我说你干嘛 你干嘛 就做了 但是被疯传的这件事 是有组织在运作吗 就是还是那个 就是或者你看了以后 有没有吓你一跳 因为有人会说不好听的话甚至 其实在法喊一不懂爱之后 就很多人骂的时候 我当时就不是很理解 我说这歌挺温柔的呀 我唱得也挺美的 还是有很多意义 然后我在想 金箍棒终于来了 这歌难的 这一跳强的 那肯定大家得说 哎呀 这挺牛的 没想到这一出来 骂声更多了 这肯定不是我们原来想到的 你们两个会去关注这些骂的东西呢 还是说不看了 就把所有评论都关掉 现在骂上是很大的 但是你真的想一想 这这里真的会排斥的是什么 听说如果人不喜欢那个什么事 那我就换台 我不喜欢这个 我看别的吧 这是它刺激到什么点 为什么人都要说出来 哎呦什么什么什么 不是好奇怪呢 哎你分析一下 因为那个白娘子对大家来说 就是可能习惯了那种温婉的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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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信呼没惊 三月天内 对而且白娘子我们都认为跟许仙 她的法海懂不懂爱 我们可能 他会直接的书 还有可能你干什么都得这样 因为从忐忑出来 就是那种 这个话题 但是实际上我们做音乐并不是为了话题 但是当然如果能够有那么多人争议 还关注了 我觉得挺好 当时爬出来第二天的评论 就两句风话 喜欢的特别喜欢 不喜欢的特别不喜欢 然后你们会去问一些家长的意见 就说你们有看吗 昨天晚上那个 我爸爸妈妈他们看法海的时候 他们特别喜欢 我妈妈特别喜欢 金箍棒出来的时候 我弟弟也表达 我都被吓 然后就是身边有一些朋友会说被吓着了 那我说因为孙悟空就是一个这样很神奇的人物 气场也特别强大 所以孙悟空出来的时候 他不可能是很普通的 反正生活也桀骜不驯 对 所以我是很好玩的 我每天看那个评论 然后怎么骂 我说你会生气吗 我很少 真的很少 我还念出来给他们听 内心很强大 因为我有金箍棒 在说我在唱歌的时候 其实我不在意关注说我漂亮不漂亮 说他喜不喜欢我 我觉得这根本不重要 只要我老公说我漂亮 他喜欢我就好 所以我首先想到这个节目首先是做着的 所以穿一双有点花纹的黑丝袜呢 这样我做着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见 哦原来宫妮娜的腿还是比较美的 要不然网上这么多人说我好丑啊 老公我丑吗 我今天以前好几次跟你说 你好美啊 是不是 其实教我老公让我飞 就好 下面一东西我教我为你老公 你看 这个开摄灯到夜下来 我觉得我老婆特富会有这种 流线 流线 所以这个线就是这样走过去的 然后 就是有这样的小尾巴 然后以后发现 这这里 哎呀 刚开始就是 还要到这儿 我说的 再往 再往下 开得到这儿 再往下 最后我们都开得到这儿 我觉得 好看吗 我觉得第一个好看 二 我觉得老外就是跟中国男人不一样 但是 他愿意大庭广众的赞美 说我老婆的曲线 你看 他老婆当然有曲线了 但是呢 我觉得他这种赞美特别的棒 问题是 你当时自己试这个衣服的时候 会有心理阴影吗 哇 我第一次试还没有做完 就做得太老实的时候 我觉得 嗯 真的像 饭店服务员 然后我们改了好几次 最后一次做成这样的时候 也是我们要做节目的前一天拿到的 然后我一穿上 啊 马上就有了那种 这女人真好 然后服众之际是阿龙 也是好朋友 他就说 太性感 太性感 而且我当老公立娜穿人以后 肯定会在老公面前 不会这么走路了 走路的肯定是 我明白了 我觉得老罗不光是音乐人 好丈夫 而且是一个设计师 而且我看到这几首歌 在背后的故事 绝对 我们看到的是龚琳娜 其实老罗功不可握 对不对 来 我们带来这些两位啊 让大家跟我们分享 谁说的话才会跟我们分享 其实访谈到这的时候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音乐了 因为音乐其实就是跟我们说话一样 是一种表达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审美 他们欣赏的东西 造就了他们用这种音乐来表达 也许不是很多人能理解 视他们为异类 但是呢 他们乐想其中 而且能够理解他们的人 就变成了他们非常忠诚的粉丝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 对不对 对 我现在忽然有点 其实在忐忑的时候 我都没有这么能够的理解 因为今天我们聊了很多生活的问题 希望你把众多的多多 什么事情都来 好漂亮 月经香啊 好漂亮 老罗你有多久没有给太太送花了吗 经常性的送还是怎样 不是我们用别的方式 他给我种西红柿啊 种黄瓜啊 我们比较现实 我觉得他们的所有的 我们都不能用常规的思维去想 就比较实际 很实惠 实惠实惠 好 我们再次又讲述 谢谢他们两位 也感谢他们的作品 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好 谢谢 这次又一晚上呢 我们在山东卫视 十点钟 跟大家相约在这个平台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我们的超级访问 再次感谢两位 本期超级访问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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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